此次关心是尾巴冲突 以色列军方的行径引起了外界踏法 包括像是朝这个空袭的物资分发中心发动攻击 也朝巴勒斯坦民众开枪 酿成了将近30人死亡 150人受伤 另外还有加萨的医护人员就控诉 他们被以色列军队虐待 像是眼睛被蒙住 要裸身跪在地上好几个小时 甚至遭到殴打 以色列士兵大脚一踹进到粉色系房间搜索 马上在双人床底发现迫及炮弹药 普通卧室原来是迷你武器库就连地板下方 都有神秘的空间偷藏武器枪炮 以色列将现场发现的弹药一次排开 数量很惊人 以色列这几天不断加强进攻的 是一个名叫哈马德城的社区 这个位在南部的建筑 因为有哈马斯藏匿遭乙军狂炸 以色列公布最新影片 显示老早发现社区内有武装分子 鬼鬼祟祟拿枪徘徊 他们有时分布不同楼层 在窗边伺机而动 完全不知道自己一举一动 都被乙军掌握 随时给出致命打击 加萨目前真实死亡数字难以精确统计 但单日死亡数就已经高得吓人 联合国机构更指出 加萨战争所造成的 孩童死亡数已超出全球四年冲突的 儿童死亡人数相加 达到一万两千三百人之多 活着的人随时可能命丧炮火 周四拉法又一栋建筑被炸垮 由于事发在夜晚 大批民众只能靠着微弱灯光 徒手在瓦里挖掘 这一次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牺牲 对于以哈战争 美国和以色列分歧加大 最新连民主党参院领袖 舒默都说重话 他还呼吁以色列应该重新大选 先前拜登也对拉法画下红线 无奈纳坦雅胡通通听不进去 反过来说会排除压力完成任务 大坦雅胡避免提及的是 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 周四以色列民众又举办一场大型示威 这次主要抗议以色列极端正统派教徒 享有的免当兵特权 示威者认为应该立刻修法 让这些人也上正场 全民皆逼的以色列作风强悍 对西安地区的高压反恐争议没有少过 当地跟战区毫无两样 随时有军车和推土机出没 宁可错杀不可误放 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仇恨感加深 周四又有男子在以色列咖啡厅拿刀刺人 监视器拍下恐怖瞬间 加萨人正度过最悲惨的宅解月 由于许多清真四倍诈 他们只能在临时搭建的空间祈祷 宗教成了民众唯一的慰藉 目前加萨人除了苦苦等待空投物资 也在海边远眺 要从塞浦勒斯开来的援助船 上头共载有200吨的粮食资源 我们从这个企业的企业 他们在加萨人在加萨人员 他们在加萨人员在加萨人员 在加萨人员里在加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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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非政府组织也积极打造临时港口 卫星画面清楚看见 岸边已经造出大约60公尺长的范围 然而完工后还有更大难题要面对 如何有序进行分配才是最大挑战 别新闻 送客报道 而在恶物战争方面 欧盟现在决定透过欧洲和平机制基金 再提供乌克兰50亿的军事援助 而俄罗斯国内部分呢 是在今天举行了大选 普清他要寻求连任 也呼吁选民去踊跃投票 不过如果他成功连任到2030年的话 那他将会成为18世纪凯撒林大帝共 掌权最久的国家领袖 柴刚躲进营地 俄罗斯的炮带马上在门前爆炸 这就是乌克兰精锐部队亚素一士兵 在前线的凶险处境 乌冬顿内刺客经历日夜狂轰 处处皆是焦土废墟 但乌克兰现在是叛到救兵了吗 请乌克兰的俄罗斯民兵 自由俄罗斯军团直冲前线杀敌 近身交火的激烈枪战 协助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反击 而且还不只有他们 一只自称西伯利亚营的武装民兵 也加入战场 民兵多点突袭 另外在俄罗斯的贝尔哥罗德 也出现了不明的攻击事件 马路上窜出浓烟 路边有军车起火烧到只剩车架 疑似都是乌克兰的行动 北约则是军演施压 出动九万路海空大军 为期超过三个月的北约2024坚定捍卫者演习 演练情境包含雪地丛林战 极地海域争夺 这样的情境 假想敌是谁 不用多说 就是要挑战连任到2030年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普钦这话是催票也是威胁 代表你不投票就是不爱国 普钦这一次为了确保连任至2030 肃清政敌 清理出一场没有敌人的大选 竞选广告狂播 根据俄罗斯民调 普钦支持度高达86% 但是真正重要的选区 恐怕并不在俄罗斯国境之内 而是北约口中在乌克兰的二战区 就像要打脸北约一样 俄罗斯不但在这些地方办投票 还让顿内刺客等区的民众抢先投票 投票箱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看你投不投 至于在俄罗斯国内 普钦就更不用担心了 就像一场爱国宣传的石敬秀 投票前先播国歌 而且今年的所有候选人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不凡普钦 除了普钦 其他的三位候选人都是走一个佛系参选路线 最具威胁的那个人已经被死亡 只剩纳瓦尼的遗孀也不打算让普钦好过 呼吁支持者在投票日最后一天的中午要集体路过投票所 而这恐怕也是俄罗斯反对派最后最沉默的挣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确实有不少人响应 纳瓦尼一双的不合作运动 像是在纳瓦尼的家乡 有民众就放火烧了投票所抗议 另外在穆斯科则是有人把颜料直接倒进了投票箱 这是来自俄罗斯最新的消息 再来我们要看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那就是同工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在美国 肉品跟家禽的相关产业大量雇用非法同工 而律师就认为 这是显示美国的劳动力持续在老化 所以同工不单是社会跟移民问题 也是美国就业市场上的最大困境 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 中南美洲移民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 众多移民为了逃离自己国家的内乱 选择北上非法跨越格兰河 进入德州寻求梦中的American Dream 但没想到对偷渡的孩童来说 这个美梦可能变成一场噩梦 这些非法移民儿童 往往被迫沦为同工 在美国肌肉加工厂违法工作 有些人一上班就是12个小时 而且工作环境充满危机 眼前这位现年18岁的少女 从16岁开始就在肌肉加工厂上大夜班 她接受CNN访问时要求匿名 愿生怕遭到老板报复 扣留薪水甚至解雇 美国曾在1990年代出立法 防止儿童遭受劳动剥削 影响到他们上学的权利 在立法之后 美国同工数量的确有所下降 但根据美国劳工局数据显示 从2019年后 同工人数又暴增88% 光是在2023年 全美国就有将近6000名孩童非法工作 劳工部官员透露 他们正在调查800起 涉嫌剥削同工的相关案件 专家认为同工数量之所以会激增 是由于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地区的农村 因为贫苦偷渡到美国 加上新冠疫情后 美国人工成本暴涨 而且劳动力又老化 进而找上未成年 这里的同工 大多是来自中美洲的移民 家境贫穷 肉类加工厂 环境差 工作又累又危险 但移民同工别无选择 只能打黑工 补贴家用 这些孩童很少是合法移民 入境美国后 通常会被转借给第三方就业机构 包套提供住宿和工作机会 不过这些小孩 经常积欠生活费 他们就利用债务束缚 逼迫这些小朋友去工作 由于酬劳低的可怜 根本没有还清债务的那一天 保护同工的法条越来越宽松 联邦政府更难取地非法业者 就算被联邦劳工局开罚 罚款金额对这些大型企业来说 根本不痛不痒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 非法雇佣一名同工的最高民事罚款 仅为1.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0万元 如果一名同工在工作中受重伤或死亡 罚款上限竟然仅不到6.9万美元 除了美国之外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全球大约有1.6亿名同工 也就代表每10位孩童中 就有一个小孩被迫放弃受教育机会 沦为同工补贴家用 他们的受教权值得国际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